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觀自在菩薩 心聲 般若般若 每一朵是朝 見無雲且空 獨一切苦惡舍 離紫色不依孤 空不依瑟瑟 即是空 空体是色手相 心事 一夫如是舍 彼此是主法空相 好 我們隨喜功德 來 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事 厚必得安樂 不施隨喜語氣 當願眾生 所作皆伴 聚足佛法 現世者 福慧圓滿 常受無病 為向往生者 及所有冤親在主 消冤解決 永離山途 同身淨土 那麽 撒多難 三妙三不妥 聚之難 達之塔 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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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所謂圓滿 布施 叫準提 那也代表準提菩薩 累劫累世 都能夠無所不畏地圓滿 布施一切 也因為這樣 祂能夠滿眾生願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眾生都能夠滿怨 特別世間的福報 智慧 消除障礙 所以在漢傳佛教最圓滿的 能夠願對方 能夠滿怨 那就是念準提咒 所以希望祂得到準提菩薩那種 無畏布施 圓滿布施 那麼當然準提菩薩做這個布施 祂不是為自己 而是說我無畏的圓滿的布施 希望對方滿怨 要健康的得健康 要開智慧的得智慧 所以準提菩薩的布施是一種 發菩提心的布施 所以也希望 念這個準提咒也希望 布施者 願你的布施 也是一種菩提心的布施 因為這種布施 你所得到的果報 是成佛的質量 簡單地說 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眾生 那就算你將來很有福報 那也是為了眾生 一點點都沒有想到說 為了自己而去布施 那這樣是最容易修業障 這樣是最容易修福報的 但是因為凡夫都有一個我 我在生病 我在痛苦 所以我趕快消除這個我的痛苦 所以我去布施 當然這樣也可以 但是因為你在痛苦 所以你去布施 但是你要連這個 我想要得到安樂的念頭 都不要有 願我的布施 能夠讓眾生離苦 願他們成佛 這個就是一種強迫了 這種強迫就是一種相對菩提心 但是你一直練習練習 練習到久了以後 你就會真正達到無我的 那你達到無我就沒有任何痛苦了 佛教講空 沒有任何痛苦 就像各位打坐一樣 會痛啊 會痠啊 本來就會啊 但是你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哪一天你的精神的層次超過你肉體的變化 所以哪一天你就可以 再怎麼苦你都不會動 因為那時候你在思維佛法 甚至哪一天你會達到不會痛苦 為什麼 入了清安的身心狀態 完全在沒有痛苦的狀態去利益眾生 這也就是我們在追求的空性 所以以波羅波羅蜜多故 能夠安住空性心無掛礙 以波羅波羅蜜多故 等阿尿多羅三秒上不停 所以如何讓自己一直保持這個 所以為了要幫助眾生一定要淨化自己 所以佛教叫自立立他 叫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說雖然你在利益眾生 但這裡面啊不要忘了 這個利益眾生的過程是為了 為了淨化自己 比如說佛教講六波羅蜜 十波羅蜜 這叫自立立他 以布施當然除了可以累積功德 能夠幫助眾生 還可以消除自己的淺貪心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說我的錢啊 我的財產啊 那這個我會造成更大的痛苦 所以佛要我們透過布施 把這個我給消除掉 持戒消除毀犯傷害 如果我們不守戒 那我們可能會去迫害到別人 殺身偷盜邪淫 妄於喝酒等等等等 說事眾過自戰毀他 站在菩薩界 所以你守戒律 剛剛各位有讀誦了 慈戒的所寫的種種的功德 所以慈戒能夠消煩惱 慈戒能夠如何如何 所以按照經典各位 你讀誦了經典 那你會對慈戒更有信心 那這因為更多人都能夠慈戒 忍辱消除 所以這些最大的煩惱 潛攤 傷害 憎愧心 如果你不忍辱 那你沒有辦法消除憎愧心 就是每天都有人要找你麻煩 讓你生氣 但是你都要一直忍一直忍 忍到 你這個人已經沒脾氣了 所以那別人怎麼傷害你 你也是笑笑 就這樣就好了 但是你會說 這個地方沒有人惹我 所以我就很快樂 那這個不叫修行 所以在五卓二世修行一日一夜 超過極樂世界百年 意思是 五卓二世隨時有人找你麻煩 一下能氣不良 這個叫乏忍 一下對方找你麻煩 叫眾生忍 晚上打坐蚊子叮你 叫眾生忍 鬼找你 要眾生忍 各種的問題都會有 他說這些你要忍 所以眾生 對面對眾生你要忍 面對變化你要忍 生病也是法 前輩偷了也是法 所以各種的法你都要忍 再來還有一種叫智慧 叫地察法忍 那你還要仔細分析觀察 萬事萬物 所以萬事萬物都是虛幻的 所以沒什麼好貪啊撐啊 所以你要這樣去觀察 最後你才會達到無聲法忍 但是最粗的煩惱就是 憤愧心 不能愛生氣 我發覺有 當然有時候這個講法 哎呀有 我有業障找我 所以我 我如何如何 因為你還有一個排他心 所以這個憤慶寨主 你就渡不了他 所以特別這些憤慶寨主 過去就是我們欠他債 所以各位 你欠人家錢還錢 要不要高興一點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對 因為我沒還你錢 讓你受苦了 我不好意思 所以事實上 冤親債主 找我們是 我們要對他很虧欠啊 要對他很柔軟啊 對不對 就像說 你殺了人家兒子 哎呀 對方很苦啊 那對方要來給你討兒子债 你還要跟他懺悔啊 因為你殺他一個兒子 他可能會殺你十個兒子 這個本來夜報就是這樣 你殺一隻羊要五百次做羊 你殺一隻動物要五百次償還 所以你殺人家一隻兒子 那他要抱你五百次的兒子 那你要說心不甘情不怨 你要覺得說 我跟你是對立的 那他繼續來討報 繼續來討報 所以你就會覺得 不斷地有死亡 不斷地有痛苦 所以越大的痛苦 你要越忍辱 生命的力量要有忍辱 然後要完全全地把這個 憎慨心斷除掉 所以有一個講法是說 如果別人講你的缺點 你有 那你要更高興 因為我在修行 你講我缺點我可以提醒 如果我沒有 那我更不需要解釋 也不需要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 你講我投你的錢 我沒有啊 對不起啊 那一直罵我也沒有啊 就像各位 你在放生 然後別人罵你 你要不要生氣 不需要生氣啊 因為放生本來就是好事啊 你不了解啊 那 只是放生是個慈悲心 現在的環保 環保意識是個世間法 但是你這兩個東西會衝突的 那放生的人管他 無所分別的要去放生 但是環保意識認為你破壞生態 所以在這一點那如何放生的人 也要尊重生態觀念 讓這些認為保護生態的人 他認為你做得不錯 當然環保的這種意識團體 你也要有宗教的慈悲性 如果你沒有宗教的慈悲性 你怎麼分別啊 對不對 外來種的要殺 那各位台灣原住民的請舉手 請他通路殺掉 那不是我們都是外來種 明明是外來種啊 所以宗教的平等的悲心 如果沒有進入一個環保意識 所以他天天在衝突啊 所以對這個 比如說我們很喜歡放生 別人講我們沒什麼好生氣 笑笑笑笑笑笑笑 還是要放 然後今天放完了 成功了成功了 放完了然後人也走了 警察終於還沒來 我們有時候做煙工 走走走燒了很大 大概像他們吃飽警察來了 太好了現在才來 所以至少眾生吃到了 但是你不會因為他來 因為他有他的任務啊對不對 公務人員他有他的任務嘛 別人抱了他一定要來嘛 然後就說你們煙怎麼燒那麼大 你在幹嘛啊對不對 你要給他解釋啊 所以這個你都要忍辱 笑笑笑笑 特別各位在家裡 最好修忍辱啊 家庭真的是逼迫啊 你要忍你兒子啊對不對 你要忍你女兒啊 然後你老了他忍不了你了 他把你送到老人院了 你繼續忍吧 你要想說我小時候我把你這樣 你擦踏便然後把你養 你現在燒個微口飯就給我拔了 小小點 那個上去老人院我給你出錢 把人給你吃 看不太好了 那你還要繼續忍啊 所以這個世間本來就是 不能靠不能靠 你不能說養兒防老 然後這個觀念 現在的社會 科技時代沒這個觀念了 科技時代呢 這個小孩子他的父親就是手機 電腦就是他的父母親 他的愛人 曾經有個男生已經五十歲了 舒服啊 我很痛苦 我幹嘛 我老婆天天 他在家裡不錯啊 跟你吵架 沒有啊 他只玩他的手機啊 他從來不理我了 不跟你講話了 我說那你也買一部來玩啊 他說他不喜歡玩 對啊 那你要尊重他 沒辦法 因為你一定跟你在一起 你一定很無聊 那時候你怎麼這樣說 我跟你看過 我知道你這人是無聊的男人 因為你也不會講笑話 也不會帶他去哪裡玩 然後你每天就回家看報紙 他說對啊 不能幹嘛 吃飯 但是你老婆跟你在一起 很夠無聊 他還找到一個快樂 所以我說你也不能怪怪單方面 對不對 那如果他玩 那你也要融入他生活啊 然後透過手機來引導他看到好的那一面 也不一定啊 所以我昨天去嘉義還有一個男生 舒服 你也怪怪啊 你從哪裡跑錢都找我 你粉絲那麼多 你怎麼受傷啊 對啊 我 我也小小 很正常啊 我們不會找你 但是我要忍啊 我沒有辦法啊 但是我不能因為這樣就不紅髮啊 如果要紅髮就要忍受粉絲啊 我為了不會發脾氣 我為了很愛我發脾氣 各種都有啊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為了利益眾生嘛 那你笑我我也沒辦法啊 對不對 我不會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男人一有成就 一有工尾的紅色啊 對不對 他不是真正的行動 他只是電視上看過我 所以他會批評我 批評我 然後他又問我說 那人家報紙都說 你放生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出來解釋呢 我說這個事情越搞越大 佛法不是這樣處理的 佛法是佛陀說 念一下 毀謗七日就會消滅 毀謗七日就會消滅 那這個很正常 真的每次你算手 可能不到七天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這次我去國外 我這個又吵得蠻厲害的 對不對 他們就很緊張天天 我說你就算一二三四五六 還不到七天就OK了 然後如果你中間又去 給他回應一下 解釋一下 哎呦又搞第二個七天 你去做第二次嗎 那麻煩了 頭七就好解決了 所以各位 我們已經習慣了對不對 反正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我都笑笑了 我沒什麼好解釋的 甚至還有媒體找到我國外 也要問我這個事情 對不對 那我就送回一本 戒殺放生手冊 你們自己看 對不對 反正你們都講得很好 我沒什麼好解釋的 因為這是佛陀 我是佛教徒 我本來應該就要救命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事先反對這也很正常的 因為站在生態環保 這很正常 我們到英國去 英國人不是不能放生 你要放生 一定是這個海域裡面 抓出來的可以放 這個海域不能放 這樣就好 這很簡單 你放別的海域的 一直放五百美金 哇 很貴啊 你放本海域的 沒事 那你就按照這個法律 你去做就好了 那其他人 你就多準備五百美金 去救別人 功德更大 因為還是要救 你不能說 那就不救 我就救這個 那個不救 但是你被抓到了 那你 歡喜 對不對 因為你 為了救一隻魚 花五百 救兩隻花一千 所以 但是你也不能不救啊 因為佛教講無分別啊 對不對 所以那天台南有個新聞 不知道是哪一個寺廟 對不對 那種什麼 很大的 那不是鯊魚 淡水 對不對 全部魚給人家吃掉了 對不對 那種大鯇魚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不知道講對還錯 所以放的人 他是無知的 雖然他有悲心 這樣就不對 這種魚 會吃小魚的 我們就不能放在人家的小魚尺裡 對不對 就像你養豬文錦 然後你放幾隻大烏國魚 那不是豬文錦 快樂的不得了 所以放豬文錦的 就不能放其他的 會吃小魚的 然後上面還蓋網子 那不然那些 那些白鹿師傅是家菜的 白鹿師就是像豬文錦 他也很彩色的 然後他 都好了 白天有白鹿師 晚上有夜露 後來一個居士問我 我說養一條狗 訓練牠 鳥來了 這樣就好了 結果牠養一條狗 很凶 人人都怕牠 所以 他說我想 不管你要做什麼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娑婆世界叫 就是要堪忍 你只能忍入過生活 知道嗎 各位現在做得酸不酸 很懵定 可以說定 對不對 做的時候也會 有 有一個居士說 師父你拿椅子給我們坐 我說有啊 上面有沒有軟墊 你坐一天看看 我說那你忍不住 以後你自己帶椅子來嗎 像我很聰明 我走到那裡 都帶一個軟墊 對不對 因為居士給我坐 那些監獄學校 他也不會說 海盜法師喜歡做軟墊 我要交代嗎 我就自己帶個軟墊 然後放下去 走的時候記得帶就好 他說你怎麼多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我都跟戰神 旁邊有長老 你那塊就不要拿出來 長老都沒做軟墊 我們做什麼軟墊 因為我坐太久了 屁股痛 沒辦法 對不對 他們買這個給我 這個三四萬塊 他們這個叫 日本人特製的 所以 你應該買 趕快買送給你媽 我也買一個送給我媽 也送給我爸 這個好 對不對 所以 但是 本來就要忍 坐也要忍 站也要忍 只是各位還沒有忍的 還沒有開悟 不然你早出家了 你還忍什麼忍 你在家裡還真的很安忍 因為你還可以忍受還不錯 但是你在忍的過程 如果不離譜離心 那這個有功德 對不對 因為本來就沒辦法 所以忍辱度懲悔 精進度懈怠 所以各位不能懶惰 不能懶惰 你說老金要隨時保持在法的思維 行為上要一直忍悔跟修福報 那是慈悲 這個叫精進 什麼叫精進 歡喜 很歡喜叫精進 念佛很歡喜 拜佛很歡喜 去忍辱很歡喜 去布施很歡喜 對不對 這個叫精進 各位今天說八關再見快不快樂 一輩子說好不好 要有福報的好 人家不讓你瘦 但是我如果能夠一輩子 守八關再見 我都快樂 那就是出家的意思 對不對 要有福報 所以所謂精進 就是歡喜 生病高不高興 精進 生病更好消業障 更好破果子 對不對 生病也可以修自他交換 這個叫精進波羅密 不然一生病我就不想修行 心心就抱怨 那就退轉了 所以精進也充滿法喜 什麼境界都假的 但是借這個假的來修行 精進波羅密 禪定度散亂 什麼叫散亂 昏塵 調局懷疑 這些叫散亂 內心裡排 離開不離心也是個散亂 所以各位你要修禪定 由戒而後定 定就是指官的指 就是能夠 能夠專心 能夠一心一意要定 念佛也好 拜三面水燦 拜梁皇 你都很認真 所以打坐 你不離開主題的思維 這一點各位只能 誰也幫不了你忙 如果你打坐二十分鐘 你腦筋亂想 雖然你身體不動 那也沒用 現在給你的主題是 阿彌陀佛 你要念一萬遍 阿彌陀佛 這個是定 現在給你一個主題 不能念阿彌陀佛 觀察身體的絕術 痛到不痛 痛痠到不痠 但你不能動 要定 一定要自己定主題吧 現在給你一個主題 呼吸 阿納瓣 呼吸呼吸 你不能覺得好無聊 一直呼吸 那你要念習 所以各位 你現在修儀軌也好 讀 誦華言經 讀誦地藏經 抄寫地藏經 拜四八佛 你都要保持在很專心的階段 那你自然就會 就像你一直在打正一樣 就止痛 所以保持定就不會散亂 再來第六 般若度魚吃 除了定 最主要是要看清楚真相 般若不是一直讀佛經 那讀佛經 那讀佛經是可以幫助你有般若智慧 就是般若智慧不是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般若智慧就是萬法都是虛幻的 但這個虛幻不離開有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都是緣起的 都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 人沒有空氣也不能活 我們華人沒有美國人也不能活 對不對 你拔一個橘子就是 哇這個橘子就是一個世界 橘子是由橘子皮 橘子肉 橘子紫合起來的 所以這裡面是種種的礦物質碳水化 所以橘子是空 然後這個橘子呢 離開空氣太陽 你要有這個分析的習慣 分析到後來以後 那都是虛幻的 但是虛幻不離開緣起的存在 所以這個就是佛法的重點 念一下 緣起無我 萬法為世 萬法為世 所以一切都是因緣合合 無自信的 所以你所承認的花、水果這些萬法 它只是一個你心靈的影子 它只是一個意識分別 它的本體呢都是虛幻的 所以花等於電視 有沒有道理 就是對呀 因為花是花 花名字那個是假名的 但是他們的本體呢 花也好 電視也好 人也好 都是空性的 那你各位要很認真的 去習慣去思維這個 如果你不去思維這個 你就會有分別自作 我愛這個 我不喜歡那個 看到我兒子很快樂 看到別人兒子不快樂 因為你有分別嘛 那有分別 那你就會痛苦 但是我想我們修空性的目的 是為了悲心 所以從六波羅蜜你還要進入了 再來唸一下 方便波羅蜜 方便 什麼叫方便 方便是一種方法 善巧方便的方法 這個方法 能夠讓我們自立立它 所以你要有方便波羅蜜 你才不會自作 什麼叫自 自叫呆自 呆自 執著 不知道怎麼去轉 所以各位你喔 眼睛要一直看 你要去分析耳朵要聽 事情怎麼做了 這個佛像怎麼做了 那個怎麼做了 你要利用 因為利用佛像 利用燈 利用聲音 利用書 利用電視 利用法會 目的呢 那都是為了 令眾生能夠自立立它 圓滿六波羅蜜 方便波羅蜜 而且這個 這個波羅蜜裡面 不能有私心喔 我們辦八關再見 或者辦這個法會 我希望得到多少收入 那你就離開 波羅蜜 因為這裡面 你只有自敵 對不對 你自己 因為動機不對不行 講波羅蜜 一定要符合空性 所以有了波羅蜜 你要真有空性你 你才能夠生起方便波羅蜜 那有方便還不夠 第七個來 怨波羅蜜 你要怨力 因為你沒有怨力 那你就會退縮 所以菩薩 生生世世 法願 只要有人要我的生命一切 不管對方是任何人 我都要不思 所以 本世釋迦牟尼佛 被挖眼睛 被斬頭 被挖什麼 他都可以接受 這個怨力不對 所以 那各位你要學習 佛菩薩的本願 普賢十八願 第四加五百代 你要按照這樣去 那你就不會退縮 所以要怨的 也怨為因 然後就到第九個來 利波羅蜜 那你才會產生力量 威德力 福報力 智慧力 所以有這個利的波羅蜜 那你也不會萎縮 也不會退轉 要利波羅蜜 所以有了方便 發怨 有發怨 有力量 最後呢 你才有自波羅蜜 自波羅蜜就是佛陀的智慧 你才不會愚昧啊 愚昧事情就辦不好啊 所以佛陀了解一切 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去圓滿 怎麼樣去調育眾生 所以創造各種的方便 是 但是所謂 我們講智慧 所謂慧 慧就是波羅蜜蜜 它是萬法皆空 智波羅蜜 雖然萬法皆空 那是他懂得顯現一切 當然就像你做董事長 你很會賺錢 而且賺的錢 都是正道善良的錢 而且在賺錢的過程 你的員工 包括你的客戶 都會被你影響走路善事 這個要很大的自波羅蜜 但是你賺錢開公司的目的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是透過這個做生意 來利益社會 來客戶 員工 家庭 都讓你 我怎麼會跳 動 所以都會讓你 利用你所做的這些事情 來幫助佛教 所以下輩子讓你做皇帝 你不是想做皇帝 而是做皇帝 做總統 做隱星 但是你目的 是要去弘揚佛法 這一點點自己都沒有那個 就像一個小丑在台上 很會讓人家笑 私底下他很平靜很嚴肅 因為他是為了讓別人笑而已 然後這裡面他沒有個人的名望 金錢 他沒有那個想法 有一點像做義工 對不對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 多一點來做生命的 社會的 國家的義工 不要有所求的 不管你是做醫生 做立法委員 做領導人 開計程車 你都是做義工 這就是菩薩 所以有時候 有人可能說 師父我想要出家 出不了家 那什麼關係 我現在就讓你出家 幹嘛 不用理頭啊 不用啊 回去服務就好了 對不對 能夠剔頭就剔頭 你不能夠剔頭 你就完全服務嘛 在家裡服務你的先生太太 服務你的子女 然後服務你的隔壁 而且服務不是光對人 服務六道眾生 哎呀快樂的啦 我們現在要的是這種 菩薩義工 然後大家敬禮 那有時候我不能天天 然後我一個禮拜服務兩天 太好了 至少兩天 我們很多事情可以 大家圓滿 因為必須眾圓合合啊 光靠一個人做不了事啊 對不對 但是各位 如果你能夠做生命的義工 那這個義工裡面 不能有所執著啊 你不能執著到場 執著人 執著感情啊 都不正確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如果有礙染性 那就沒辦法 有礙染性 他就會失去判斷 這邊有幾個問題 我先回答 第一個 他說 為什麼我聽念佛基 靜聽的時候 是兩種男聲 遠聽又變成男女眾合聲 或是另外一種唱腔 這我就不知道了 老爸 你旁邊有眾生在一起念佛 那不是很好嗎 重點是 你管他什麼聲音 念佛就是要我的心 不離開菩提心 願眾生晚生靜 其他的都是妄念 這樣就好了 你如果要去追這個問題 那我還搞不清楚了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是錄音機壞掉嗎 就像我剛剛會 嘟嘟嘟嘟 搞不好鬼在講話 但是我不能請佛 我可以調整的調整 還是說師父 我要先做事實這樣 請假爸就共 再來 腦中二六十中都念佛 但有時不是我念的佛 我生我自己做主 我如此想 有時會停 有時不會 我認為你這個念佛 不符合大乘的念佛 因為你只在專心 我的佛號有沒有很專心 但是你忘了眾生苦 我們叫發菩提心 一心念佛是 我意念眾生苦 我發起願 跟阿彌陀佛成佛的菩提心 然後了解萬法虛空 然後安住念佛 這樣可以專心的念 最後呢 更把這樣子的 發菩提心念佛的 功德回向法界眾生 同享利益 其他的我都不想想 因為都是妄念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了解 再來 基督教的朋友送我一串 手環 由基督教聖者頭蓋骨 共二十四塊串成 師父我可以送給你嗎 OK 我拿來念 對不對 都可以 這個叫送給我嗎 師父我可以推給你嗎 送是令我歡喜名為送 他就說 師父我幫我處理 你搞不好處理 可以 意思是如此吧 有連有在幾年前被人家下降頭 到今天還不能睡覺 全身無力如何解套 我想佛教你們講 內神通外鬼 今天你沒有那個業力啊 那別人放什麼也沒用 所以我們不能一直怪外在的 所以你內在的要先解決 如果你自己動機上 你一直恨對方 你放我降頭 那你永遠 他就是要你有這個對意的念頭 降頭才會成熟 如果你 你今天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怎麼跟我吵呢 所以站在佛教裡面 我們都知道佛陀的故事 魔王在攻擊佛陀的時候 請問佛陀用什麼神通 沒有用 他就用慈悲心這樣OK啦 因為慈悲心的力量 所有的魔 所有的負面的都變成正面 這就是佛法 明白嗎 所以我想解決降頭最好的方法 是悲心 是菩提心 是空性 要不理這個主題就好啦 自然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打仗的狀態 那你永遠都有降頭啊 因為魔就是希望你有這個心態 你有這個心態 他就好來找你 所以到底對方 是不是對方跟你放降頭 不一定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這個降頭 那你會念論言咒 你會念大隨求咒 只要很真心的念三遍 那就OK啦 那是你會念要詩咒都可以消除魔障 重點是如此啦 那如果你念了三遍還是有 那是你內心裡面有降頭啊 因為你有一個恨 你有一個魔在你心裡面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問自己 別人傷害你欺負你 你會不會反咬 你會不會恨 你會不會恨 那個才是你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你還會覺得你會恨 就像各位現在結婚了 然後你的老婆外面有個男人 請問你會不會恨 你要說我盡量忍 那你就開始在修行了 我不會講出來 我依然對他好 我希望他學佛 因為你已經準備不去傷害對方 然後就不會有障礙 知道吧 那如果你覺得 不能發生這種事情 我不能接受 那那個時候你會變魔 因為你把人家殺了 不是真正魔在轉 是你自己有一個真慧的魔 所以你會去報復 那是最恐怖的 所以佛教叫非暴力主義 就是佛教的基本就是 我從今天發願 直至成佛不傷害任何眾生 這還是消極的 小秤的 這個不傷害不能說 你是好人我就不傷害 你要害我我就害你 佛教沒有這個講 所以我想各位這一點 你必須要先準備好 自己不害降頭來就沒用 自己有一個報復憎恨嫉妒心 那隨著你的這種負面的心態 降頭的力量就來了 所以各位癌細胞也一樣 誰身上沒有癌細胞呢 癌細胞是因為你心態而產生了 新陳代謝而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累積而造成的 如果你心態改變了 然後你又做了很多好的善事 然後你覺得這個很隨緣 甚至你同情了別人的痛苦 很多人得癌症 你會把它轉化掉 所以我想有很多的 佛法必須透過 你的自己的懺悔跟怨力來改變 我自己有太多的感應 比如說哪一個部位很痛 或是哪一個事情有障礙 我都會在那個時候懺悔發一個 過去沒法的怨 那個事情就過去了 那個痛苦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真管用 但是如果我一直為了這個事情很煩惱 那就沒有用 所以還是自己的問題 連有已經受在家菩薩戒 因病再求道教 花了錢又沒辦法解決 這個人非常懺悔走回頭路 身邊護法善神是否不在了 重新再受五戒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菩薩戒是不能捨的 你要捨棄了 那你還可以復戒的 一個人真的病到受不了的時候 真的歸三寶會忘了 會歸一神 真正沒辦法 這個是情有可言 你知道了就好了 反正你問過了 請問有沒有用 也沒有這麼好 但是不見得說絕對沒用 因為我認為 人也會給你講幾句話 你要不要參考 好用的拿來用 可能就會改變 對不對 那我認為這些通靈 也不見得整個都不好 因為還是那句話 來 人正神義正 對啊如果這個 這個代言人 他心態很端正 動機很好 他講的話一定有道理 但是如果這個通靈人 他是為了錢的 他是為了 那你就不要聽他講 都是白講 對不對 但是你也不能制止人家 不要講 因為人都有耳朵 所以我想你只能 你自己用佛法的道理去分辨 有用的 你還是要用 就像我們學佛的人 你過去拜一個師父 覺得他錯了 那怎麼辦 那佛經有這樣說 第八詩干嘛拜 有這樣說 他說你拜了師父 你知道他確實錯了 但是你還是要對他感恩 因為你曾經從他身上 得到一些法 那怎麼辦 但是你不要滿足他所有的供養 但是起碼的生活 你要供養他 他沒衣服穿 他沒飯吃 你還是要供養 但是你不要超過供養 這個講法就合理 但是你不能完全捨棄 但是你要去找到 正知真見的師父 你也不需要為這個狠 因為人都有過程嘛 釋迦牟尼佛也是歸一的外道 然後再歸一的正道 對不對 但是對過去外道的師父 他感恩嘛 想要去度他嘛 這是可以的 到了大節日如母親節 家裡的人就說要吃婚的 到婚食餐廳過節 自己一個人吃素 那像這種節日 弟子到底要去還是不去呢 會和他們共夜嘛 基本上已經決心吃素的人 就不應該再吃肉 這是佛法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 讓家裡的人理解你們嘛 像我以前我也是這樣 我一個人就我一個人吃素 但是每次他們要 公司要請客啊 應酬啊 我就會帶個便當去 我就在那邊吃 我也沒缺席啊 但是我快樂得很啊 他們就問我為什麼要假財 哇 機會來了 我要跟你講 假財的好處在哪裡啊 我想這個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度他們嘛 但是我一定要做到 讓我的家人 尊敬我 尊敬我 你這個人雖然吃素 但是你在照顧家庭啊 這些你都做得很好 人家不會講你話 對不對 如果說你該做的 你都沒做到 所以我都要做得 比我幾個兄弟都要孝順 我要做的 那時候我還有爸爸媽媽 這邊還有丈母娘 還有太太 還有小孩 還有公司的這些人員 我都對他們很好 故意要對他們特別好 那人家就不會講話 尊重你 再有機會 吃素也不是迷信 它是有佛法的根據的 只是他們覺得說 不好意思啊 我做不到 他們在我面前吃肉 是會不好意思 了解嗎 不是他對我錯 現在是我對他錯 對不對 這樣才可以嘛 然後慢慢我就 請他們吃很好吃的素食 昨天我去埔里 來 法會功德 我將法政老和尚 果青法師 所有埔里的法師 所以我去看法政老法師 我順便去用一段素食 結果 哎呦 好吃耶那家 所以我中午去吃一次 晚上顾一次 這個確定好吃 而且那個老闆 一般我問素食店說 哎 半壽是一桌 一桌要多少 一般都說五千 五千才煮得好 那個老闆說 麵啦 您吃菜人 三千五六很好 這個有土地 對不對 然後呢 上出來的菜 哎 又好吃 這個不錯 所以我就馬上跟他定了幾十桌 我們短期出家 18號我請他們吃 好吃的喔 對不對 然後呢 埔里 埔里 埔里有這麼多出家人 哇 我現在就請他們幫我聯絡 一間一間共宅 對不對 那 那共三千五的 不好意思嘛 共五千的 但沒有包紅包 家不敢講 對不對 然後 袁通是有一百個出家人 那就選個時間 共四桌 對不對 我就跟他們說 然後如果寺廟的人 只有十個一下 然後他們 叫人家去煮 不好意思了 直接去餐廳吃了 我們出錢 我講的我們是大家 出錢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出了 因為藍燈功德會 裡面有一條叫做共災 對不對 共災叫做吃好一點 七月份共災 民福其食 而且這一次是浦里回來 我覺得 咦 我說我們的颱風很大 那浦里人說 我真的沒有紅胎 那我就做了事情 那浦里真的沒颱風 這一次蘇迪勒颱風 浦里沒感覺 那他們的餐廳老闆 你不知道海道法師 我們浦里是一塊蓮花地呢 蓮花呢 所以市面很多颱風吹不進來 哇這個不錯不錯 蒲里還真的咧 沒有花草樹木吊在地上 哇這個地方有價值 住在裡面的出家人有福報 所以就共災 所以各位以後 如果你家住在元光佛玄旁邊 住在華谷山 哦 你要共災 對不對 有三百個出家人 一桌多少錢 你要用用好的 然後你可以找幾個人幫忙 然後跟他們講一下 幾月幾號去共災 對不對 符合佛陀制度 最好 這個緬甸有這個習慣 但是在漢傳地區 好像沒這個習慣 事實上老實講 真正的 我認為在蒲里修行的出家人 會去蒲里就不會愛錢 對不對 但是吃得好也OK 所以我說不用拿紅包了 辦了五千的 對不對 然後我跟那個老闆說 老闆說吃不完 吃不完你給他收回來 出家人上供過 晚上你做燕供嘛 我教他做燕供 就想拿那個做燕供 還有功德呢 我還幫他找了 哪裡有地方可以做燕供 收多少都沒關係 我們昨天去 我要去看法政老法師 我先做一場大燕供 那去見法政老法師 就會勤工搶搶棍 對不對 功德先 一定要先替他做功德 對不對 然後再去看老和尚 看老實上精神很好 一切快樂 所以七月份各位要把握多 供佛摘身 對不對 然後這樣到時候去做 所以我想你家裡 雖然你這樣 你可以去你帶樹的 你也可以不去 如果家裡認同你 因為老實說我們在吃荤的 樹的 然後他們吃荤的 那個味道很難聞 對不對 特別我在飛機上 現在是動不了 他們吃魚的那個味道 實在是夠厲害了 然後那個飛機上又密封 密封 所以要戴兩層口罩 但是那個實在是 那個味道很強 因為他們魚弄熱了 然後那個特別腥 味道不行的 再來 弟子的母親 看東西眼睛都會痠 我也會 人老了 我現在看什麼不會痠 看佛經就不會痠 奇怪 我看報紙眼睛就會痠 看佛經怎麼看眼睛越來越亮 真的是有佛經有加持 對不對 有時候不得不看手機 因為他們傳給我很多訊息 哇 看了眼睛不但痠還會痛 所以各位那個藍光可怕得不得了 但是現在人說 你幫我印給我 這豬你不會看電腦 很難看 當然要看 而且看的都是數字 看的什麼文章 哇那個 要看很久 眼睛都會紅掉 但是看佛經都不會 所以每天請他老人家 在觀音菩薩向前 點燈藍燈供養 再回向 經過一陣子 母親說 現在眼睛不會痠了 隨喜功德 也很清楚了 這期間沒有去給醫生看 要跟大家分享 隨喜功德 這個我 我碰過好幾個 好幾個 真是 有一次有一個老婆 他就是看不見 對不對 眼睛看不見了 對 在舊金山 美國舊金山 然後那個老人 就特別來找 找我想說完蛋了 又碰到趙玉仁的 他就 我一定要跟你說 然後叫他的 後來就叫他孫子 跟我們再跟我說 說他本來眼睛看不見了 手腳不能動了 那一天就坐在那邊一起看看 他眼睛看得見了 從模糊變成看得見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一定要把感應告訴師父說 看經典很好 所以各位 多看經典 好不好 我發覺現在人有最大的問題 不太看經典了 不太看經典 就是你的心沒有吃藥 內心會亂 你每天跑來跑去 看了這麼多寺廟 搞了一大堆是非 因為你沒有一個經典的根據 人云亦云 你不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所以我想 思想的力量最重要 請問師父 過午不時 可以吃冰塊嗎 不能吃 可以寒 這樣你懂嗎 寒的就是你嘴巴不能咬 要不裸咖啡系別撞 就是說 在南傳佛教是這樣 出家人晚上不能吃 但他肚子餓 他可以含一個糖果 我們叫蜜糖 或是黑糖 含著然後自動的 整個喝糖水 一樣意思嘛 對不對 那這樣就可以止餓 所以這一套不錯 下午我們八萬斋 多準備一些 黑糖 蜜糖 誰咬誰飯借我 嗯嗯嗯 都不錯叫做咬 含的 我都試過了 但不小心會咬一下 不簡單 臉也要臉 但是有這樣真的不會餓啊 對不對 你肚子餓 含一塊糖糖甜甜的 就有力量 對不對 不會餓 這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他們南傳國家 他不可能在街上去泡糖水 了解嗎 他就是含一個糖 喝開水 那這個就是糖水嘛 在他體力不好的時候 有幫助 請法師 這一次颱風颱風災 年根拔起的百年大樹菩薩 回向 拉拉山的一千六百年大神木也倒了 所以來法會回向 拉拉山一千六百年大神木樹林 其所有樹林樹上有情 同享法會功德 离苦得了 願神西方淨土中 好 所以呢 那都要回向了 各位 地水火風都有執著的 地靈 地靈就地基礎 樹林 對不對 水有水神 風有風神 本來就如此 那對這些地水火風啊 我們是無情同源總治 就是希望這些地水火風眾生 都能夠聽聞佛法 如果你得罪他 他會破壞了 所以釋迦牟利火要我們念 來 諸有眾生類 在土戒忠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忠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昼夜勤專精 奉賀眾善法 會背的舉手 不錯不錯 所以各位要走到哪裡多少年 因為地水火風都給他念一下 再來 8月4號參加宜蘭三星 該舉法會 從台北道場搭遊覽車到宜蘭 上車前 帶車師姐有宣布 本車無法匯後 無法搭載原信眾回程 信眾必須搭其他兩部遊覽車回程 結果另兩部沒有位置可以坐 因信眾年紀大 不知如何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當然這個是安排不好的 但是既然來了 要回去 不然從宜蘭怎麼坐車回去 坐火車嘛 所以當然如果真的這部車沒辦法 然後我想帶車的人或安排 就要安排其他車 或是解決 當然我們不能光宣布 然後就叫人家自己回去 當然站在道理是如此的 那站在火房呢 請你忍辱 這是你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如此吧 所以各位你要用佛法解決問題 另外 新店大明講堂有工作 十幾年的義工 被投訴 心裡不符 此事成熟可行 這個沒辦法啦 被投訴你就檢討檢討吧 因為 我想沒人會 沒事投訴的 對不對 坐一夜久 當然會有一點 人不可能沒問題 但是別人講你有問題 你能夠很謙虛的去修正 那不是很好嗎 只是 太久了 沒有這個改 我必須講 這麼久了 每一個都會改 他只會投訴 不高興 那怪誰呢 他認為說我做了那麼久了 你們幹嘛講我不好 沒有工也有牢 那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團體嘛 所以我認為一個人 要改變自己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我要求我自己天天要變 我要求我天天要變 包括有時候我到信徒家 他們在看我 剛好我在講 他們在那邊看 我在那邊耐心等 看完以後 請指教 有沒有哪裡不好 他說師父你看起來比較老實 因為我們打光的關係 看你本人比較年輕 謝謝 師父你那個內容如何如何 師父你為什麼每次都重複 因為講給不一樣人聽 但是我總要解釋 但是我自己 就一直要求自己要改變 因為有在修行就會改變 了解嗎 如果你不想改變 別人投訴你 你就不想改變 不行 所以別人講我們放生哪裡 不好不好 沒關係 改變 做得更科學 放生 配合國家叫放流 管它什麼名字 反正有救就好 明的這樣子 暗的那樣子 但是一定要做 台灣不能做 所以國際全場放生 對不對 此處不放生 他處可放生 不要說此處不留人 拍電 但是呢 要到處去救 所以 因為 透過放生 可以長養慈悲啊 他會馬上吃素啊 對不對 而且 修菩薩道的人 他一定會喜歡放生 因為他有一種救命的熱誠嘛 對不對 有救命的熱誠的人 來修菩薩道最快 他連放生都不想放生 還講什麼普利心啊 不用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便 這是說 那 請被投訴的人 也委屈一下 改變改變嘛 但是我真的發覺 講不聽耶 連出家人也是 最多換寺廟 那我也沒辦法了 但是我跟他講 你看你們都可以換 我都不能換 我只能變 你們都不變 對不對 所以各位你真的要改變 好不好啊 你也改一個給我看看 對不對 讓我有點成就感 說喔喔 那個終於變了 講他拍照的時候 我現在變好了 我發覺有些老義工 都是這樣 在別的地方 很兇 因為他資格老嘛 他就要兇一下嘛 但是這樣以後 我觀察他的臉 他越來越醜了 你都不怕老 人家是越修越漂亮 越修越醜 因為你喜歡凶人家嘛 何必呢 不喜歡 所以有時候這一點 當然 這個心裡不符啊 那只能你自己安定 安定自己囉 或是你來跟我講 我來跟你開導開導 但是你也不肯跟我講 因為這種東西啊 有時候是自己錯的問題 自己錯的問題 我都能忍啊 你幹嘛不能忍呢 海濤法師天天都在被投訴啊 對不對 我都覺得正常正常 我們修正在修正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為了度眾生的嘛 不是為了 為打目的不擇手段 對不對 如果說我今天是個老義工 反正我募款很多 你就不能講我不好 那我不要拿錢來 OK 但是不能 因為我募款很多 我講話就大聲一點 我信徒很多 我講話就大聲一點 還有 還有我們中南部 還有一些菩薩這樣 手上抓了幾百個信徒 你不聽我的都不行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幫你開個道場 你自己做住尺刷 那十五 那我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就 你很喜歡就拿著信徒 或拿著錢 來認為自己身份地位高啊 這個 這個還是你的煩惱 那你要解脫了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不喜歡 像各位你看 我們心殿講堂 我們成孫才 林靜師 菩薩 借我們用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那我也跟兩位說 如果你們真需要 講一下我們就換地方 因為我不喜歡 有一個擁有 保持 保持那一種 什麼 人做大部分 做地下的 寄人篱下 那你才會謙虛嘛 對不對 如果說 這一棟樓是我的喔 真糟糕 人都是這樣 你沒有空性的人啊 你擁有某一個身份地位 或是建築的時候 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有人會說 你看 那邊道場出來的法師 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有權嘛 好像就會有那個味道 因為我們是凡夫 知道吧 有空性的人 他不會也這樣 他沒空性的人 當他擁有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點 所以我在這一點 我都比較隨便 因為我們重點是 人跟法 這個比較重要 沒有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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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道場到路邊公園 然後麥克風一來 人就來了 你有沒有道 這比較重要 對不對 你沒有道 那沒有用嘛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 隨緣就好了 但是我對這些大護法們 我內心感恩 感恩 因為他喜歡募款 他喜歡拉很多信徒 這個也是個福報 但是要福會雙修 所謂會就是 你碰到什麽事情 都沒有煩惱 叫會 記住這句話 如果你會煩惱 你就沒有資格去判斷 處理事情 因為你錯了 知道吧 所以有人來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就問他 請問你現在會煩惱嗎 會 先不要這樣 因為你這個煩惱 你講下去 就對對錯錯 你沒有在談佛法 那我要談的是什麽 你如何沒有煩惱 這樣比較重要 你不能講別人對啊 錯啊 就像曾經有徒弟來找我 出家 師父 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煩惱 現在有啊 你為什麽要跟他講 我說那個就是你的問題 我沒有煩惱 你講我什麽 我只是笑笑 因為我只是要解決這個事情 而不是生氣啊 我不來啦 幹嘛 我要閉關啊 我要離開啦 那你自己煩惱那麽多 那你煩惱那麽多 你還帶信徒 那就不行了 波子跟他講說 你有煩惱的人 你帶信徒 信徒就要忍受你的煩惱呢 那不太苦了嗎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解脱道 就是菩薩道要建立在一個出離心 沒有煩惱 不讓煩惱染上你 這個叫蓮華對不對 在無你裡面不染 在五濁二世裡面 你不會被污染 這樣才對啊 所以這位被投訴的菩薩 心服了沒有啊 我怎麼知道我來 搞不好今天都不來 不來你轉告 來 好會功德 回向往生者 立陶居士 得身淨土 好 請各位翻到八十七頁 我們這幾天 願大家多回向大寶法王 因為他今天還是明天就要出發去德國 去弘揚福法 那願大寶法王所到之處 把真理 所以我也通知了很多歐洲的 我都跟他們講 法王就這樣 他們很高興啊 從法國 因為都去德國都很方便 就可以聽聞佛法 那我偶爾派攝影師去 不過會有障礙 因為德國人他們的做法非常硬的 他認為說 我們拍的這個東西有版權的 對不對 如何如何 那我就跟攝影師說 那比較委屈一點 他們很硬的 那就委屈一點 能夠拍多少就拍多少 拍不了你們 坐在那邊聽課也有功德 那能拍就拍 因為拍的為眾生幫助嘛 對不對 能夠在電視 還是馬上電腦直播 就可以讓人家看到大寶寶 那功德多大 但是德國人他們就按照制度來的 因為他們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能夠身為華人 你要放鞭炮啊 你到了西方國家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菩提心 對不對 布施 沒有這一套的 對不對 沒有的 它很硬的 對不對 西方人 我們拿藥給人家吃 人家罵我們 對不對 西方人 兒子抽菸也不會 老爸要不要抽 對不對 他們沒那個想法的 西方人到了18歲 離開我家 小孩子 媽媽哭 爸爸把兒子趕出去 這樣 那如果兒子要住家裡 可以 付房租 哇 這個實在是 因為這麼樣的制度 所以國家管得很好 沒錯 那因為這樣的制度以後 哇 那個人性都不見了 那更不用談 悲心 緣起的佛心 緣起就是周遭的感恩 對不對 他們沒有這一套 所以西方人在學佛 他只把佛法 當作一種自修的工具 做啊 心靈安定啊 他沒有那種歡喜不思 所以我們這次去英國 我們把六七個出家人 請出來大家供養 他們都在那邊哭 那我這邊要給我考 他們說感動啊 沒人供生 沒人供生 原來你們華人還有這一套 共生 他們來出家還說 那個住宅問他 你每個月有沒有五十塊英鎊 有 有你才可以生活 沒有 沒有我們幫你找 有沒有人要幫這個出家人出五十塊 對不對 因為不然他不能生活 你看他們出家 就很苦的 所以他也不會想說要去祝念 幹嘛 為什麼 我只是來出家修行 那我們不一樣 我們漢人不一樣 哎呀 信徒供養很多 哎呀所以我們要去祝念 對不對 一個很好的互動 所以一方面全神供養 二方面要努力幫他們 所以他這樣才可以修菩提心 悲心 但是在西方國家講個體的 講自由的 講制度的 那不行了 所以各位 在台灣各位多做一點研究好不好 你在西方國家點個煙 隔壁就有個叫警察 警察馬上就來了 管你什麼三七二十一 你做什麼 我還有一個句子說師父 我們他家裡在有一個水池都有那個螺啊 蟲蟲蟲啊 他就拿幾個到河裡面 人家也告他 打電話 告警察 他就亂放生 我家的蟲蟲蟲 誰說警察照開單 那因為他們西方人就是這樣 兒子 老爸打兒子 或是快打了 他馬上打電話 警察就來了 你打兒子 關起來 對不對 他們的教育就是這樣 你碰到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打電話 你要維持整個秩序這樣 因為制度不一樣 教育不一樣 所以不能 所以我有個句子說 有一天我去割草啊 然後割很遠 忘了回來 一回來 警察通到我家 因為我兒子打電話給警察 我老爸不見了 來了四個警察 把我問了老半天 他說這個就是美國社會了 沒辦法 所以各位我講到這個 你還決定把你兒子送出去嗎 他回來以後 他就會頭髒髒髒 他就會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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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得交際應酬啊 和諧啊 所以這一點 我這幾天做個決定 這是從歐美回來 我認為送兒子去美國和英國 都是想要學英文 這是首要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看那邊賺錢多一點 所以我可能要在台灣開一個 英文佛學院 那你就乾脆送來這邊學英文 學英文還學佛 英文佛學院 對不對 那培養培養 總有開始嘛 對不對 終於開了三十年再培養一個 也不錯吧 不然我們這些法師不會講英文 那度度不了他們 要也會講英文 要懂他們的文化 要了解這邊的文化 要慢慢慢慢慢慢 這叫凡事都有開始 我講得很輕鬆啊 各位坐在那邊一直動啊 腳痠 所以我們念快一點 八十七頁 這個是 就是 嘎舉教派 我認為漢傳佛教跟藏傳佛教 事實上一樣 這是 藏傳佛教他特別強調菩提心 這是很好的 那漢傳佛教不是沒有菩提心啊 整個都是菩提心 但是很廣泛啊 有時候就 就抓不住 所以阿底霞尊者每天 諸佛正法甚甚重 直至菩提我皈依 願我所修諸功德 魏力眾生越成佛 這個叫菩提心戒 就是說 你每次要 要修行之前 都要先發菩提心 再修 這個也很好 但是如果把菩提心 當作一種學術 每天念 然後他沒有真實的這個菩提心 那我也覺得這樣 這樣也不夠具體 在藏傳佛教我發覺 他們天天念菩提心 但是 沒有人在做義工啊 沒有人要布施啊 那就代表他們 菩提心已經很熟了 變成口號了 然後呢 那這個叫 一指禪啊 對不對 沒有在做 那我們漢傳 很喜歡做 做得很高興 做得很煩惱 不高興就罵 所以他很喜歡布什 有福報 但是呢 還是要思維一下空性菩提心 所以這兩邊各有優缺點 所以你現在學佛 什麼都要學 一切善法 都是佛法 不分天主基督教 世間的善法 都是佛法 南傳 北傳 藏傳 都是佛法 各位要 像各位 你家裡方便有 母娘廟 王牙 福德神 只要是公開的廟 不是私人公私的 你也要去那邊走走 對不對 你念經啊 慢慢啊 他們有什麼優點 我們可以學的 而且要把我們的優點 要布施給他們 因為他們去拜拜的 都要離苦嘛 神搞不好是 神是正知正見的 如果正神 如果你是 你的想法很正確 這個神也很歡喜 慢慢的也會改變那個 寺廟的影響力 好 我們念下 187頁 菩提心是大乘佛法裡面 一項極為重要的課題 釋迦摩尼佛曾開示過 據菩提心者方得真覺悟 發菩提心故與諸佛相棄 好這句話你要背了 據菩提心者方是真覺悟 所以大乘的開悟開悟 是你有沒有按照菩提心 在生活在修行 給工作 所以菩提心是不能把修行 跟工作生活生命分開的 才叫菩提心 所以各位現在沒出家 但是以菩提心來工作 你超過人家出家140 出家只是一個生文像 為了個人解脫多一點 那是發菩提心才是真誠出家 那什麼是發菩提心 念一下 菩提心為因 大悲為根本 方便為究竟 所以為了要發菩提心成佛 那是因為慈悲啊 因為眾生苦啊 對不對 大悲為根本 那你要圓滿大悲心 那你要有空性的方便 那 雖然萬法皆空 但是不斷地用各種方法 去自立立他 方便為究竟 所以 那這樣呢 你發了菩提心 才是說 你覺悟了佛法 所以我們佛教分作三個 自覺 覺他 覺醒圓滿 那這個自覺就是你自己覺悟了 我本具佛性 我本來就有圓滿的菩提心 我要保持在這種狀態 那你要影響別人也發菩提心 這個叫菩萨啦 菩提撒度 兩個都圓滿了 那才成佛了 所以因為真實的發菩提心呢 各位發菩提心會不會萎縮掉啊 不行啊 他隨時的保持菩提心狀態 叫發菩提心 你愛你的兒子 你會捨棄他嗎 不會啊 因為你已經決定愛他嘛 愛到你 你往生了 你還把房子給他呢 錢給他 因為你永遠愛他嘛 世間法治論 菩提心所謂發 發就是說 我已經決定成佛 而且幫助眾生成佛 一定要讓他們離苦 永不退轉 你不要因為一個人傷害你而退轉 也不要因為別人毀謀你而退轉 所以你發了菩提心不退轉 那你永遠不孤獨了 為什麼 以諸佛相企 你感受到所有佛菩萨 都跟你同一個頻道 同一個行動 就像說 這個國家裡面有十萬個軍人跟你穿的都一樣 雖然你只是其中一個軍人 但是你不怕 因為你知道我們軍隊力量很大 因為世間是不懂菩提心的 每個人都自私的 所以一個人發菩提心呢 尚以諸佛相應 相契合 下悲養所有眾生 時時刻刻意念的所有眾生苦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 教育 有了這個教育 不管你是修什麼法 乃是誦地藏經 乃是修仪鬼 乃是閉關 乃是註念 那都不斷地在增上 所以 一開始你要強迫你自己修菩提心 我 我要我不要 我喜歡我討厭 那個叫我子 那個不用講了 菩提心是 以佛心做自己的心 四行法師講 你意思是 以佛心為己心 以私自為己自 那你既然發起菩提心 你要跟佛同樣的心 那誰能夠跟佛同樣的菩提心呢 就是發菩提心的善知識 所做的事情就在圓滿菩提心 所以它是示範給你看 以佛心為己心 雖然發菩提心呢 以私自為己自 要去做 要去圓滿的 這個發菩提心善知識的 供願 叫我們印經 叫我們施食 叫我們做 我們要去做 所以 那這句話是 所以各位 那你一定要回光返照 問你自己 你到底 今天來說八萬再見 是不是發菩提心 是不是 你要問清楚 我士講 這麼大聲鼓掌 這個世界菩薩了 不得了了 一個發菩提心的人 不得了 台灣只要有一個就夠用了 你知道發菩提心力量多大 地球有一個就夠用了 你看發菩提心力量多大 所以各位 那你要一直要 所以 一直要保持在那種狀態 所以 透過各種修行 觀照 懺悔 累積之良 接近眾生 就是要守護這個菩提心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懷著菩提心而生老病死 不理菩提心 所以要這樣去發行 所以聚菩提心 則方得真覺悟 既然你要開悟了 那你要知道什麼 那為了要發菩提心 那各位要深入大乘的景點 也親近發菩提心的善知識 從法跟實際去了解 什麼是菩提心的 心態 思想 行為 種種的方便 那這樣 你就能夠跟佛 同一個軌道 與諸佛相似 所以噶馬巴說 他身上有 銜結千佛的力量 你會發菩提心的 而且百千萬億佛 諸佛事業總及噶馬巴 諸佛大悲本性 噶馬巴 所以噶馬巴是發菩提心的 一個代表 讓我們去學 這個事情有太多 發菩提心的 部分在家出家了 所以善才同子 五十三餐 真的有很多發菩提心的 那你能夠這樣 所以你就代表諸佛菩薩 諸佛授權法事噶馬巴 所有佛的事業 慈悲總及 就叫噶馬巴 就叫發菩提心 那你就知道你生命的方向了 所以這一點是要重點 第二 來 我們如果能夠真正的發出 向上 向絕的菩提心 便自然而然的能夠得到 諸佛的加持 庇護 使我們所發出之之力 利他的大願 能夠順利地完成 所以發菩提心以後 心想事成 一切埋怨 你不會有障礙 所以如果我們真正發出一個 向善的善良的 追求成佛的 追求智慧覺悟的菩提心 那自然而然 諸佛菩薩都會來加持 各位 釋迦牟尼佛多一個 要接他的位置的兒子 佛陀高不高興啊 所以佛陀說 發菩提心才是第一供養 發菩提心才是真正供養佛陀 所以每一個佛 諸佛歡喜 所以 那你發菩提心所做的 就是佛行事業 這裡面沒有知識的 時時刻刻都想要去 去圓滿成就佛道 幫助所有眾生離苦 這個是佛教教育的根本 所以我想 只要你發菩提心 向善 向光明 那你所發的願 致力利他的大願 一定順利圓滿 是不是 沒有問題啦 只要你健康發心 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世界 大佛皇這次 崇高的心 這本書有沒有看啊 崇高的心有看了 舉手 你們不太乖 才五六個 我講也講幾個 崇高的心 這本書已經在全世界都封行了 包括翻成各國語文了 你們都還沒看我 崇高的心 佛皇講的就是菩提心 由內而外去影響世界 這本書啊 那各位一定要請來看 好不好啊 你們真的不買 不然我就買送給你們 送給你你還不看 不看打屁股 要看 看完還不夠 還要做 按照這樣去做 你關心國家 你關心社會 那你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去關心 你不能用自己的分別心 好 第三 念一下 休息及培養菩提心 可經由每天的日常行持 誦經修法 休息禪定等方面來進行 一 比如我們向佛祈求身體健康 事業成功 如果我們的發心只是自私底 為了自己的利益 則很難和佛菩薩的加持力相應 二 反之 如果我們能夠發出慈悲的心懷 為一切受苦受難的眾生祈求 則我們一方面擴大了我們的心胸 另一方面也加強了我們對一切眾生的關懷 三 而當佛菩薩加持眾生時 我們個人自然也包含在所有的眾生裡面 得到加持庇護 四 這種廣大範圍的祈求法 在密稱的修持法本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祈禱文都具備這種精神 如事無量心的發願文 一 願一切眾生聚足快樂及快樂的原因 二 願一切眾生脫離痛苦及痛苦的原因 三 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而常欣喜 四 願一切眾生遠離貪嗔正冤親平等者 五 此四條願文所表達的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這種精神是沒有條件的平等對待一切眾生 這樣我們每日的生活起居修持修定等活動 便與諸佛菩薩的菩提心相應 這樣我們也就生活在諸佛法喜充滿的境界裡面 好 就像各位念阿彌陀佛大樂心咒 念大樂心咒就是你的心跟阿彌陀佛的心 就像在极樂世界一樣 我們修菩提心修咒就是這個意思了 咒就是讓你的心跟佛的心合在一起 而產生了佛的功德 陀洛尼總辭一切 那我想總辭所謂咒 整個來講就是菩提心 所以 波勒波羅蜜多咒是大神咒是 大明咒是 無上咒是 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是不虛 也就是說 不管你唸哪一個咒 你只會唸阿彌陀佛一切 沒有關係 光唸阿彌陀佛可不可以存佛 也可以啊 只是你只要是符合菩提心唸阿彌陀佛 你等於在唸所有的咒 重點是如此 所以很多西藏人很少灌點 他一輩子只有灌點一次 然後就修醒 然後就成就了 他不像我們灌了老半天 那麼多個也不知道要修哪一個 我們變成一種 貪功德 但是卻沒有實修 但事實上這些咒 他就是維持菩提心的方便 所以我想 事無量心各位每天念 願一切眾生聚樂聚樂音 他是要從內心裡面發出來 所做的各種修行打坐念佛 不是為了個人的長受健康 因為這樣就不符合菩提心 如果你所做的 是為了所有眾生的離苦 那你也是所有眾生的一份子 所以你也得到所有 諸佛菩薩的加持 因為你所做的是回向所有眾生 所以我想各位要保持這個習慣 那因為我認為 嘎句祖師他們上課 翻譯下來了很白話 而且都是重點 各位經常這樣拿來讀誦 我們收集了很多幾百本 這些祖師的教法 所以各位就拿來讀誦 思維實踐 法是禁止 我有沒有按照這樣才做 我們不能講一套 做一套 那不行了 你既然看了 那你就按照這樣去做 每日生活起居 修持修定等等活動 都符合菩提心 那就好了 那你發习充满 身老病死都發习充满 为什么不虚此生呢 死亡也是快樂的 死亡发的菩提心 要么就往生净土 要么成員再来 继续利益众生 身体是痛的 内心是快樂的 是如此 好 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坐太久了 起屁兵了 最后一句话翻一下 背面 背面 你也叫 诸菩萨父 是说佛陀是诸菩萨们的父亲 必须先思考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成佛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心相续当中 升起菩提心 之后学菩萨行 最后才能成佛 讲来讲去是如此 所以各位 父亲是谁 师父 师父 对不对 这个佛菩萨就是我们的父亲一样 所以你去拜这位师父 你要从内心里面 当做他就是佛菩萨的化身 那是你最大的幸福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生命的方向 就像找到父母亲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要拜三宝呢 因为我们要成佛嘛 所以必须先思考 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佛 各位你要 你要问什么事情都可以 但是最主要问的就是 我如何成佛 对不对 因为我不成佛 我对不起我的生命 我对不起众生 对不起诸佛菩萨 那各位其他的都是小事 生命的唯一要做的 生命的意义 就是以慈悲心为众生要成佛 那既然要成佛 那必须要在内心相续当中 升起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那菩提心以大悲心为众 那既然发菩提心就要行菩萨道 那就要善财同志发菩提心呢 他亲近这些大菩萨说 那怎么行菩萨道 那每一位佛菩萨都会告诉他 怎么行菩萨道 乃至以个人行菩萨道的经验 来告诉善财同志 所以之后要学菩萨行 那最后呢才能够成佛 成佛以后才能够帮助所有众生的成佛 之前是结缘嘛 像各位我们现在放生啊 做焉供啊 回向啊 是跟他结缘 那将来你成佛以后 就近超度他 但是你不先结缘 不先布施慈悸忍辱 不先对众生慈悲 你也不可能成佛 所以要这样去看待 所以简单的几句话 那各位呢 多看看经典 好 阿弥陀佛 好 晚自在菩萨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